好,大家好 今集我們會說如何拍片時收到好的聲音 歡迎大家收看你的節目 今集繼續有一個 為我們音樂創作人 收音專家 我們上次也說了很多硬件上的東西 有少許原理 今集說了有點抽象 但很多朋友都問 如何拍片時 尤其現在很喜歡拍 有些宣傳片也好 微電影也好 如何可以做到一條好的聲音 是不是很 這個 宇宙最難答的問題 很抽象 很多人都會覺得後期可以做很多事情 很多客人都覺得 對 後期的確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 但你收回來的聲音 要有足夠的資訊 去製作後期 例如你的聲音 一個人的聲音 都是有高中低的感覺 不會完全側重於中頻 沒有高沒有低 很古怪 究竟你收回來的聲音 是否齊全 收到你本身有的頻率 例如有些情況 可能不知為何 收聲的時候 或者是否設定得不好 可能純粹收到中高頻 你把人的聲音低沉 收不到 這樣的情況就沒有足夠了 因為我是不能加低頻 明白 但如果你收到的聲音 是大量資訊 譬如 如果用一些咪高 很近唱歌 例如唱機 也一樣 黏到很近 你會發現喇叭的聲音 是很大 很鮑 你知道嗎 我看到有些人在下巴 你不要這樣唱 有人會這樣唱 即是 G-Mai 越近咪 理論上 越好 不是太好 通常會泵大了個BASS 可能要拿開一點 才不會太大 因為如果你的BASS太大 其實G-Mai 收完出來之後 理論上你就可以CUT BASS 因為你CUT東西是可以做的 加東西是不可以做的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Sure 是不是真的收齊 你要有那些人聲 需要有的FREENCES 第一件事 是不是太複雜了 大家順勢繼續吧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變成你的環境本身 因為我曾經也做過很多不同 微電影的後期攪聲 通常我的FREENCES 給我都是人出事 有些情況之下 是接近 真的好噴人 搞不到 有些什麼情況呢 我試過有一條片 是下大雨的時候拍的 是 然後他要收到你的聲音 他照收聲 基本上你的人聲 對白聲 和下雨的BASS 是搭起來了 很合力 那 怎麼夠呢 這個場景就是好天 室內 很不想要雨聲 這個元素 對 是沒得救的 是 因為如果你有些後期的Plugin 你會發覺其實我某程度上可以 譬如環境聲的沙聲很厲害 Ssss 或者很特殊的背景聲 理論上 Plugin可以承認了背景聲 做一個FREENCES 印出來 然後在你的wave上 例如一架對白,一架巴士旁邊走一聲,其實你的對白就完結了 無論如何都救不到,只可以配音補回它 配音補回它,亦都很厚功夫 這些要講的話,要留待以後再講 配音班的,很厚功夫 因為你很難做回那個場景的感覺 後期的做法,都是很多混色 還有什麼可以提點,我們後輩如何收音 有一個重要要做的就是要聽回螢幕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錄一些很快的VLOG 也好,做Live也好 很多時候就沒有即時檢視自己 有時候原來聲音是炒光 都不知道,或者沒有聲音都不知道 我又發現你這部機,是不是要拿你這部機 有的,有的 你這部機是有個位可以即時聽回 對,有這一封 即是你的MUSIVA那裡 可以聽回,我覺得 不太懶,因為我自己都會懶 我試過有一次錄音 錄網台節目 真的沒有聽回 然後我只是用這部H6來錄 結果一聽回,大落 你真的猜不到什麼事 我在地上有一個風扇開著 風扇每一下都會動 まぁ上去之後 噢 沒事 你拍零的節目就對了 很大的事情 結果那次是要救得救的 有一個plug-in可以駕版 踢走聲音 但那個plug-in很便宜 就是這樣 那次可以駕版買試用版 即是試用版 就是這樣 聽 playback是重要的 如果大家有聲炒品 可以找Po去做 對,可以幫忙 儘量去做 而且剛才Po說的 耳機有甚麼好處 我之前也不覺得 因為我們都用大機拍攝 但用iPhone拍攝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在做訪問 iPhone的孔子已經進入了麥克風 你沒有位置在螢幕 聽不到 但是這個機器可以馬上插出來 譬如有時候真的會說 剛巧那條線賣了 有些電池聲 或者老闆說得很大聲 很細聲 你都可以給到意見 所以這個無線麥克風 又是非常好 如果你還沒買無線麥克風 記得去訂單 即是在做740元 下次見 Bye Bye Hello 再一次多謝大家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甚麼意見 想法 甚至是問題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以及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們可以下次再見 Bye Bye